Win10 VHD 或者 VHD S 差异备份的做法 基本上它蛮简单的一个指令 就是请你使用最高权限来执行命令失窗 一定要最高权限 它才有这个权限可以执行 那你需要执行的指令 第一个是要DiskPAR这个指令 执行了DiskPAR之后 它会开启另外不一样的命令失窗 然后接下来你下一个指令叫Create 建立什么?VDisk 我要建立一个虚拟词点 档案呢?File 这个注意一下 File的后面接的是差异备份后的档案 这个是Parent 就是父亲、父母亲 就是我们的来源是哪一个档 然后产生的是哪一个档 就是由后面这一个来源档 产生前面一个差异备份的档案 那这个磁碟代号就请你注意一下 或者看档案名称 看你是放在哪里 那在Vento的系统下 我习惯是建一个VHD的资料夹 所以看一下Vento的磁碟记代号是哪一个 然后这个时候是右上左下的斜线 因为我们在Windows底下 右上左下斜线 然后自己去做 当然你不一定要放在这样子的一个路径 路径你可以自己决定 这是个人的做法 所以它只有简单的两个指令 你第一个叫DiskPart DiskPart 按下Enter之后 再进一个指令叫Create VDisk 这个File的后面 这个参数接的是产生后的差异备份档 Parent是原始的 你的VHD或VHDS档 这样就可以产生差异备份的档案 这样子都可以进行